金毛为了不拖累主人,所以每天自己跑两公里好剩饭养小狗。 这只金毛是邻居家大爷养的,反正我来这里住的时候这只金毛就已经在了,一开始还好奇大爷怎么会养金毛,因为大爷的条件并不太好。 听街坊说大爷老半去得早,但是没有再娶儿时一个人把儿子拉扯长大,没想到大爷命苦,儿子皮香不错就给有钱人家当了上门女婿,大爷听了之后气得跟儿子断绝了父子关系,儿子也是可恨,没有再回来过,也没有给大爷一点生活费。 这只金毛是大爷自己捡破烂不知道那里捡到的,刚回来的时候全身脏兮兮,大家都劝大爷别折腾了,但是大爷非说多做善事给自己那做孽的儿子积德。 这只金毛也是什么都不挑,你给他个吃剩下的干着头他都能吃。 金毛在大爷照顾下很快就好了,每天跟住大爷一块出去捡破烂,大爷经常对金毛说,别再跟住他了,整天没什么好吃的给你,去找个好主人啊。 但是金毛就是不肯走,天天就在大爷家待住,我们也做不了啥,就把剩饭给金毛吃,但是眼看住金毛一天比一天跑,一开始以为是吃得多,但是发现就是光肚子大,其实还是瘦,我们都猜金毛应该是怀孕了。 果然没过多久就生下了一群崽子,奶水不够我们就多给金毛点饭吃,但是眼见小狗一天天长大,小狗也要吃饭,我们邻居其实每天剩饭没有那么多,谁家也不富裕,可以整天做饭给狗吃。 老大爷看住心疼,就找了一家两公里外地小饭店跟他们商量,把剩饭留给他他,人家心肠也好,就答应了。 谁知道金毛跟了大爷两次,就自己去打饭了。 现在每天都是金毛去拿剩饭,拿周边的人听了金毛的事,也会把自己的剩饭给金毛。 但是大爷始终是养不了这么狗,很多人听说了就过来要跟大爷买。 我们想,这几只金毛卖出去也能给大爷带来一小笔钱,这个冬天可以不那么辛苦地出去捡破烂,还可以买点骨头什么的补补身体。 谁想到大爷居然不要钱,只是要求对他们好就行了。 大家听了之后也被大爷感动,就是想带点钱给大爷,但是大爷怎么都不肯要,大家只好没事就送点东西过来。 我们邻里之间更知道大爷是个好人,所以我们想大爷不要钱,我们就轮住照顾大爷。 说句不好听的,大爷已经一把年纪了,还能想个几年福,他儿子不要他,我们把他当亲人。 参考来源。